CNNC 甚至在4月5號當天 有發生衝突 有這個不法分之在裡面 噴辣椒樹 他要收取保護菲 那店家不從就製造紛爭 疫情就讓他無法嚴重 那有關這個部分 我們警方對於這些不法之徒 在我們疫情嚴峻之際 來干擾我們正常店家的生活 我們是與法不容同